游戏的速散跟团长的速散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所以说看上去会跟两个不同的屠夫一样 就天赋到技能都不一样的 一个是带插眼一个带传送一个是张狂挽留 这个游戏的话可能是疯窗挽留 看他这里丢伞 直接过去到脸上 调香师哎呀可惜是个调香 哎呀打到了 那这边一个翻窗加速 追 但凡是个感觉是个拥兵或者前锋都有可能要吃一刀 但是调香师的话原地放香水 还是可以 那追个调香师蛮难的呀 速散追调香 挺痛苦的 说实话挺痛苦的 一个单刀屠夫 而且没带张狂 换人了换人了 好像 队友已经爆点了 这里看见祭司 伞是丢得很准啊 这边一刀蓄力刀应该差了一点点距离 再进那么一丢丢可能就打中了 小白的蓄力刀打起来是打得熟了那些人看到他们那种蓄力刀真的帅 过板一刀打中这祭司要没一个吸魂拉近距离 不吸魂吗不吸魂不吸魂这里是要板子进行博弈 吸魂拉近离逼他走位一刀 别打中 先把洞打掉 要踩板了要踩板了踩板这边往前冲 应该是冲不走 最多就进到医院里面 这个洞打掉不行啊 这个洞打掉不好 这个洞打掉好亏 这局难打了 蓄力刀一刀 打中 但节奏偏差 因为这祭司你不一定知道他在哪里 找不到 找到了 这也能找到我没有透视视角的 难道你也有 这也能找到 这大局关 这不叫大局关 这叫什么 这叫一个判断 对这叫判断力 判断了我绕了船一周没看到你 你肯定是往前面走了 但这整的一波打下来 花了一个时间和 电击被修掉的一个比例来看 其实对于苏展来说 这一把就 比较偏向于打开门战了 只能通过开门战来翻盘了 有个佣兵 前方是把电击点掉了 佣兵这边已经卡着了 就等血线差不多的时候 一个弹护壁过去救人 而且这佣兵卡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好 然后苏展这边没有发现 这边切过去 还要拖一会时间 打一刀 坐下来 看有没有救过双岛 这边有摇铃的 摇铃好 打 打佣兵 没打住 祭司扛了一刀 这刀扛完 应该是一个开门战 可能要四人在场的感觉了 前方说我不救人 调师说那我来我来 就倒这个点了 脱够时间 倒这个点 好像最后还是安排佣兵来救 还是安排佣兵来救 佣兵已经躲好了 讲道理这个佣兵打的确实不错 这个位置卡的非常优秀 两台电击都好了 四人在场的一个开门战 有传送 祭司手上两个洞 这局不好打 因为这个开门战你抓的第一个角色是祭司 祭司在两个洞有大船 这个点 几乎 不太可能出现就是电击一亮 然后瞬间没的那种局面 一个护币 摇一下 打一刀扯下来 跟谁 再打电击亮 丢伞 带人家有洞啊 反走 祭司 一个洞进去 再一个洞出去 前方还要保一保 前方还保一保 因为大门这边在开 大门这边在开 走了 佣兵这里先处理掉 一个护配盘 哎呦 这开门战打的好难受啊 这开门战打的真的好难受 一点办法没有 人手 你说这边用板用兵秒了就有机会翻了 没秒到呀 一个摇零 距离上不够 再一个 不 翻窗 翻 打 还有洞 可惜了 但是那边的门应该能开掉 前方过去点门 看 看 但是这前方球有点多 会不会拉个球回来 我还以为前方会很秀的拉个球回来 然后把这边的 速伞给撞了 然后把门给开了 这刀倒地 好的 现在来看要 先把前方挂上 然后丢伞回去找祭司 因为知道 这边看不到佣兵那么 又没有耳鸣 应该是能清楚 祭司起来了 这祭司在二楼 你不处理他 他打个洞就去小门了 你处理他感觉打个洞也能去小门 待会 看见足迹 路 找到了 再到这个点 虚拟刀 一刀 没打住 再穿洞 幸好这个洞还比较近 要自摸的 就下来 两个人在这里一刀斩的时间不多了 先挂飞 再留一个 再留一个 再留一个不过分吗 看我们游戏的丢伞 好 这里是直接吸魂 拉距离过去断耳鸣 看断耳鸣 佣兵这边是没有护臂的 前方这边是一刀没的 我好准啊 真的好准 挂上前方以后甚至还有机会留 25秒有传送 佣兵这边是没有那个护臂 所以他走的会比较慢 怎么说 往哪边走 这里先来排耳鸣 判断一下 没有人 没有人 这个佣兵想跑地窖 佣兵想跑地窖 丢伞 过去 到这边依然没有耳鸣 应该是能走 应该是能走 因为佣兵是卡着地窖点的 他不是走门的 哦 走门也一样也一样 反正这个点的话差不多了 如果说有一手切 切技能有个摇铃的话可能还行 没办法 这佣兵能走 最后是个佣兵 还跳个舞 这把佣兵打的真的蛮好的 这佣兵的救人非常非常的优秀了 但是游戏这把也是这么大的一个劣势 能翻成一个平局 这开门战 大局观 以及他丢散的一个准确度 还是非常优秀